洛阳木叶,这是BONO 他说6.09元买入了,现在怎样算好呢? 额价也不少 这只股份来说,因为它是属于一些有色金属 如果看回一些商品期货近期的价格表现的时候 除了近两三人开始涨一点 之前的跌势方面都比较明显一点 再加上市场之前这只股份炒上的时候 都是觉得它是电池的原材料 所以有一个炒作 但随着近期一些新能源汽车股 股价都倾向上有一个回吐状况 变成了洛阳木叶的股价都有一个受压的情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除非连续两个收低5.2元 否则可以继续持续持续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 乘着港股表现做好的时候 去回5.8-6元这些位置 看看会不会可以减持 减低损失 走下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